大家好我是小河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五节 这一节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深入的认识一下Qt中的UI文件 首先呢我要讲一讲Qt创建界面的方式 Qt创建界面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使用世界下代码 另外一种呢是使用Qtdesigner脱载的方式来创建界面 第二呢讲一讲动态加载UI文件QuiLoader 第三讲一讲如何访问UI中的空间 前提呢就是使用QuiLoader加载动态加载UI文件 第四讲一讲UIC 首先呢我们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打开我们的集成开发环境QtCreator 那新建一个工程这里我们就叫UITest 下一步下一步然后这里去掉创建界面的复选框 G6这里我选择单狗然后再继续下一步完成 这个工程呢便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工程中并没有UI文件 然后我们构建运行一下 真的便是这便是一个界面在这个应用程序呢 我们并没有找到要UI文件 它它的界面呢是通过代码的方式创建出来的 比如说这里我们要在这一个界面上加一个按钮 Qpush button 首先呢实力画一个按钮 然后它的复控键就是这一个对话框 我们把按钮的名字改一下 set tag显色文字 我们叫UITest 这时呢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这个工程 可以看见效果 这边是用C++代码创建的一个界面 这就是我们新建了一个按钮 UITest 使用C++代码创建界面呢 应该说速度是肯定没有使用Qt Designer快的 那么我们下面用Qt Designer来创建界面 新建一个工程 这里呢勾选创建界面这个复选框 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出一个UIT文件 机内还是选择单狗 可以看见这个工程里面呢便有一个UIT文件 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来编辑我们的界面 因为文件 比如说我要拖拽按钮 拖拽来label 这样呢肯定是比写代码要快一些 我还可以拖拖来复选框 运行一下这个工程 这边是我们通过拖着方式创建出来的一个界面 下面呢我讲一讲QUSA Loader 这张是Qt提供的一个内裤 这个内容用的很少 我在工作中的话是几乎没有用过的 是比较生批的一个东西 但是还是拿出来说一下吧 这里我们首先要使用QUSA Loader 这个酷的话要在Pro文件里面 加上这么一句Qt加等UITools 我们把这句代码拷过来 粘贴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注释掉这两句代码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工程呢运行的话便没有界面的 这工程已经运行起来了 但是呢没有语句去调用这个界面显示出来 所以它是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这里我们使用QUSA Loader 首先呢定一个USA Loader的对象 然后QFail加入一个QFail的投文件 这里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这一个UI文件 然后定一个空间来指向它 这里我们我们用Widget 好定一个Widget 我们再用UiLoader将这个UI文件加载进来 Load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Loader这个方法 QuiLoader提供了这么一个方法 Load 找一下这里 这个方法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QIO device 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一个它的副空间 这里呢我们是没有没有副空间的 所以不指定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Widget是否判断一下是否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 那我们把它显示出来修传 构建一下我们的代码 没有问题 运行 这里 有一点问题 用编译器告诉我们这一个UI文件没有打开 这里可能就是它的路径没有对 教大家一个方法怎么看当前的路径Q对 这是一个酷 然后我们要把它打印出来的话 然后还要加一个投文件Qdebug 然后这里我们打印一下当前的路径QdebugQdebug CurrentPass 我们看一下当前是在哪一个路径里面 这里已经输出了 debug 也就是说当前的路径是在debug这一个目录下面 而我们的UI文件呢是在这个目录上面 所以我们这里要退回一层向上退一层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个UI文件 我们现在重新构建一下 运行 这时呢这个界面便被我们动态加载出来了 真的就是使用QuiLoader加载一个UI文件的方法 但这里我们想访问一下这一个UI界面的空间 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实现 首先比如说我们要访问它的PushButton它上面的按钮 首先还是加对应空间的投文件QpushButton 然后这里我们定一个按钮 再用这个Widget来找查找获取这一个界面按钮的指针 这里是QPushButton 这个参数就是这个按钮这个对象的名字 这个参数就是这个按钮这个对象的名字 这里是PushButton 我们把这个对象名卡过去 这里呢 这里呢 应该就获取了 Ui文 Ui界面的那个按钮对应的指针 我们就可以来操作这个按钮 比如说我们改变它的文字 我们把它设为Test 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这个按钮名字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按钮的名字已经变成了Test 这个例子就是使用 QuiLoader 动态加载Ui文件的一个实例 然后还有使用FinalChild这么一个方法来获取Ui文件 界面上空间的对应指针 下面讲一讲UiC 我们把这个代码删除了 还是来定一个Widget 带那个 D D 1点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单那个这个类里面的东西 真的就是这个Ui文件对应了一个头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是一个前置声明 然后定一个Ui一个指针指向 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Ui文件来访问 界面相关的空间 比如说这里我要 访问 访问 Label 然后我给它设置一下显示的文字 我这里显示QT 运行 可以看见这一个Label 显示内容已经变成QT 然后我们打开这一个工程目录 可以看见这里 地板下面有一个Ui 杠单那个.h 我们打开看一下它内容 真的是一个C++的头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对应Ui文件的C++代码 其实我们程序里面使用的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文件 而并不是真正的去操作这么一个Ui文件 至于怎么生成这个Ui 它那个.h这么一个文件呢 我下面其实它是通过那个UiC来生成的 UiC是QT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QT的安装目的下面有两个UiC工具 这里我我安装了Minguan和MSVC 所以有两个下面我们打开它 这里我们来通过UiC来生成 Ui文件对应的C++代码 首先我们去找到这个Ui文件的目录 一盘QT 设设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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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对应的目录 UiC 参数加一个干欧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我这里叫ABC.h Danelq Danelq.ui 这里我们就是生成Danelq.ui 它对应的 是一架代码 我命名为了ABC.h 然后我现在回车 这里没有生成 已经生长有点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就是这一个 UI文件对应的 C++代码 我们把这个界面跑起来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呢 有三个空间 也就是我们界面对应的三个空间 一个按钮 一个label和一个复选框 然后呢是一个setupUI 一个成员函数 这里面都就是对 这三个空间 初始化的一些操作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访问 这一个UI文件的内容 这里我们 首先 找到这个UI单狗 它呢是一个 这个类了类名叫UI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的ui 下杠单狗 然后我们继承它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一个UI文件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一个类似继承自它的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比如说他的setup ui 然后我们可以用他的按钮push button 我们还可以使用他的label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这里还有代码没有删掉 以外的话我已经把这个ui变量已经删掉了 那现在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界面已经跑起来了 这里我可我直接通过对象名的方式空间名的方式来访问了我们ui界面上的两个空间push button和label 我呢是通过纸类继承 ui文件对应的cr代码这个类的方式来直接访问他的空间 其实我们qt的话他最终是将ui文件转变为cr代码通过uic 最终呢我们就基本认识了qt的u文件 以及其相关的一些知识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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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观看